高雄荣民总医院 症子噪影中心 癌症时钟快转 平均每5分40秒就有一人离癌 高雄荣民总医院的症子噪影中心 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团队 其拥有的症子摄影电脑断层扫描设备 是目前做全身癌症检查中首选 症子噪影的应用可以在癌病方面 神经医学方面以及心脏方面的应用 那本院的特色主要是在癌病方面的应用 那包括已知癌病的癌病诊断分歧 以及复发还有治疗后的一个评估 症子摄影电脑断层扫描 除了可以一次对全身多部位做癌症检查外 同时应用分辨良性或恶性肿瘤 另外治疗癌症的过程中 追踪癌症是否复发或转移 诊断其癌症分歧等 作为癌症治疗计划的重要参考 已经做过3700例 那这3700例里面我们筛检出来 有45位的癌病病患 那诊断的筛检率大概是1.22% 那这些诊断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早期 而且诊断以后经过我们的治疗 这个预后都蛮良好的 存活率也很高 在接受完检查后 物理人员会详细解说资讯 而针对早期发现癌病的受检者 也会立刻进行约诊的后续处理 把握受检者的黄金治疗期 在我们这边做完诊子检查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解说的服务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受检者的疑虑 立刻得到一些资讯 如果有癌病的话 我们就会提供约诊的一个服务 帮他介绍我们医院里面 这方面的权威的医师 那给他做适当的一个诊治 我们做了正子的全身造影 可以发现这些黑点的部分 就代表是说肿瘤分布的部分 那因此一个正的造影 就可以把全身的病造 都从一个影像里面就显现出来 那他可以根据这个影像 去做一些治疗 正子造影中心的高筛检率 让许多国内外人士前来受检 其中癌病检查率高达九成 比传统诊断方法高出10%到30% 配合精准定位的特性 更能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改善患者医疗品质 这几年来有一些国外的人士 来做检查包括日本 包括越南 还包括美加过来 中国大陆那边内地来的受检者 比如说有一个日本的工程师 来我们这边做检查 就我们发现到了他身上的癌病 那结果他回到日本去 那证实已经被筛检出来的癌病 并且接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 正子中心提供专业的服务 舒适的环境 无论国内外人士 都能享受一级医疗检测 正子中心的持续进步 成为亚洲正子造影的第一把交易